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来介绍常用对数的应用 常用对数的话呢 是对数对付天文数字或者是极小的数字的话呢 它是非常方便使用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在使用的过程之中 我们有几个技巧的话呢 各位同学是一定要知道的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看的是 这是对数率 各位同学的话呢不论log的话呢底是多少 只要这边有次方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扔到前面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数率的一个性质 那么我们一定要熟用 再过来第二件事也很重要 第二件事的话呢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各位同学看到这边的话呢 会觉得它好像很复杂 我们把它写得开一点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十为底 它的次方是这样子 来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要看这个十 log以十为底的话呢取了一个b的来做一个对数 取了一个对数又取了一个指数 那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 它就是 是恢复原状 各位同学都知道 要知道取了对数又取个指数的话呢 它是带一个正函数又带一个反函数 它会恢复原状 那么我们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 现在的话呢我们说 如果说是这样呢 这边是十为底的话呢 我们常用对数如果不写 就这个十可以省略不写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如果是a的r次方呢 各位同学要怎么做 这个地方次方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移到前面去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只要能够熟用的话呢 等一下我来举个例题 那同学的话呢 就能够了解是怎么处理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3的100次方是几位数 而且第一位数字是多少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次方 3的话呢 的100次方就是3乘3乘3 一共乘了100次 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 我们也不可能会用手算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可不可以利用一些常用对数的话呢 的方法的话技巧 能够把它算出来 它是几位数字 而且的话呢 带头的数字是几 我们可以做得出来 那这个技巧我们称为 手术与尾数的技巧 不过知道这个名称 不知道名称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只要会 我们刚刚的对数率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啊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这样的 3的100次方 我们就在这边解好了 3的100次方 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3的100次方 这个对于我们位数而言 是不恰当的 因为我们希望的话呢 是以10为底 我们习惯是10进位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强迫改为10为底 那怎么改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请看 我们就改成10为底 然后次方的话呢 改成了log 这边的话呢 我先写10 后面的话不写也没关系了 10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照写 3的几次呢 100次 各位同学看一下 如果各位同学看不懂的话呢 仔细看一下哦 这个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 没问题吧 这边的话呢 跟它那边是完全一模一样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根据对数率的话呢 这个次方可以扔到前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 10的几次方 100丢下来 10 丢到前面去 变成100log 这是3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题目会告诉我们 log3是多少 0.4771 它会在题目之中的话呢 先告诉我们的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等于多少呢 10的几次方呢 0.4771乘上100 就是10的47.71 这是我们的话呢 这是近似值啊 各位同学的话呢 必须要知道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近似值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拉开来 变成了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可以变成了一个小数的部分 我们先写在前面 再乘上一个 整数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两个的话 47.71相当于就是47 加上0.71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同学看看这边啊 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怎么样的去 把它改为科学记号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常用对数的地方 我们的话呢 把我们知道的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在前面也介绍过 log2是多少 0.3010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log3是 0.4771 log4我们不说了 我们来直接写log5 是0.6990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在前面常用对数的地方 我们有做过计算 我们再来看log6呢 log6的话呢 是等于log2加log3 所以是0.7781 好 到了这边以后 我大家心里有底了 为什么有底了呢 各位同学看这个地方 这是十为底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10的0.3010 大约是多少 大约就是2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10的0.4771 大约是多少 好 现在来看了 那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10的 0.69990次方 大约是多少 5 再下一个 10的 0.7781次方 大约是多少 6 好 各位同学的话呢 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看这里 这是0.71 0.71 0.71 是不是夹在这两者之间 它比5来的大 比6来的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约是5点多 5点多乘上10的 47次方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 不是十为底的一个 指数的 大数字 天文数字 改成了 以 这个叫做 科学记号的方法来表达了 所以我们第一位数字 我们已经先出炉了 第一位数字是多少呢 是5 再过来 请问一下几位数 那这个地方是47 10的47次方 是几位数呢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5乘上10的2次方 是不是500 500是几位数 三位数 5乘上10的3次方 是多少 5000 那是几位数 1234 四位数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边是3 这边就是4 这边是47 这是几位数字 3的100次方 我们算出来了 它是48位数 而且的话呢 带头的数字是几呢 是5 那么我们之后呢 利用这个常用对数的 这个技巧的话呢 解决了天文数字的问题 我说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